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个论调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就表示说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公务员有恶心 但是他们会持续还有密切的监视 他就认为公务员其实没有违背政府的意愿 过去提到最多暗示力就是Deep State的是行动党的领袖 尤其是秘书长监财政部长林冠英 他在一个月前就是11月初的时候 在柔佛举行的行动党大会上就揭露说 这一股暗示力公然违抗首相和部长们的指令 而且他们渗透到公务员体系内 破坏西蒙政府的政策和行政 那么接着火箭的领袖都使用Deep State 来形容那些不合作搞破坏或者干预政府行政的体制内人士 那么其实最早提出Deep State的并不是林冠英 而是外交部长塞夫丁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西蒙的秘书长 西蒙的大内总管 他是在今年4月接受当今大马访问的时候 以罗马规约面对反弹的例子 首次使用了这个Deep State字眼 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接着他在7月又重复同样的论调 过后他在新加坡出席一场论坛的时候 也同样使用了Deep State这个词 所以真正挑起这个课题是来自公正党的赛夫丁 但是他在蓝眼内的党性不强 虽然他是比较倾向于阿志敏 但是由于他色彩不浓 属于比较中立的领袖 但他是100%的马哈迪人 回来看一下刘伟强的说法 他就说基本上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公务员是不忠于政府 因为他们无时无刻都遵守法律 权利的效忠元首国家还有政府 他就表示说为了消除 公众对于公务员的一个不良的观感 那政府是会持续监督这一些官员的举止 他说虽然这个政权是更换的 可是公务员还是必须要持续履行他们的职责 其实比公务员对公务员感官不好的情况 更严重的就是这股被视为存在的Deep State暗示力 但是该如何去诠释这股暗示力呢 那么根据一般的认知呢 就是他们是属于政府内的一批精英人士 而且嵌入体制内很深 很长的时间都在政府的体制内 他们比每五年换一次的部长时间还要长 他们就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来掌控政府 而最糟糕的情况呢 就是他们不是民选的 没有受到选民的这一个制衡 而且是制度以及法律赋予 他们在体制内有活动的空间跟自由度 刘伟强呢其实就坦诚说啊 政府呢确实是知道民众呢 对于公务员呢 是有一些不良观感的印象的 他说这种呢 负面的印象呢是难以抓磨 那我们呢是没有办法阅读别人的思维 但是为了消除这些印象呢 政府确实是需要时常监视 监督这些公务员 包括对付他们 他就说呢 虽然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的数据啊 他凸显说公务员呢是不效忠政府的 但是呢截至今年的六月 政府呢已经对付了一些违规的公务员 那这些公务员呢 有些是涉滩 有些呢是滥权 或者呢是在社交媒体上呢 分享一些假新闻 性骚扰 或者是在未货批准下呢 出国或者是矿工 那首相敦马去年呢就声称说 公务员当中啊 确实还有一些是破坏政府的文化 Deep State在大马的情况呢 可以被诠释为说一群很有影响力的 马来精英 他们未必是巫统的党员 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但是他们在马来社群里面 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比如他们可以来自王室 贵族 以及成功的马来企业家 而这群精英呢 在政府和国家内 有某一些利益 那么过去六十多年当中呢 他们从国政掌权期间获益 他们不想自己的利益 因为新政府上台而受到影响 甚至被削弱 所以他们的利益呢 已经高度渗透到政府的体系内 未必与任何政党 比如说跟巫统有关联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可能刚刚好与某个政党有关联 但不全然是该相关政党的利益 这群马来精英当中呢 很多人都认为 马来西亚应该是马来人的土地 Danam Liyu 总结来说 Deep State它是存在的 它是一群马来精英 有庞大的利益 关系呢 是错综复杂 但未必跟政党有关系 继续留守在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City Plus 下一等会来 带你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